先给大家讲一下观音的正面路径深层 首先打开我们一个进度软件 然后选择一个观音图 像这个 现在这个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们都会能看到他里面只有一个九更格没有线条 所以到这里我们就需要右侧有一个显示 全部显示 然后再点下右键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一些图的一个线条 看到线条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九更格外面的线条把它移回去 宽选它 用鼠标 用键盘的方向键往下移 然后把这个观音形状以外的线条删掉 删除 因为我们只要做一个单面的水这个另外一个背面把删掉 像这样 到这部选图去选好了 然后下一步 在我们要雕刻的料纸上面 画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不需要在这个料的中间 只要把这个竖线画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下面 撒调一下 放三秒以上 放上之后点下文件 撒调图像 选定 然后脸下预览 然后脸下预览 然后再撒调 然后再撒调 把什么图拉到一边 然后下一步 我们能看到这个扫描的这个 图片是歪的 所以下面这一步 把这个图片摆正 从上往下点一下 用两点直线 从上往下 先点一下 然后往下拉 沿着画这个竖线拉下来 像这样 然后在 这个脸下下面之后 这线不脸其他地方就这样放着 然后再点下一步 打开这个正交捕捉 点一下 在这边我们就能看到他只有两个方向 一个横的一个竖的 我们画的跟这个 竖线就可以了 跟刚画这个线 形成一个夹角 看到一样长就够了 上上 点一下 点下之后的点下右键 两下右键就可以了 然后再点下这个测量 两线角度 点下这两根线 记下这个 角度数 然后在右键 然后在右键 把这根线 点一下 删掉 点图片 专业功能 图像处理 旋转 选自定义 这边顺利时针 我们看 如果正交之后的竖线在左边 顺利时针 如果分不清的话就让这个竖线来区分 竖线在左边 这是逆时针 在右边为数时针 所以在杆在这个位置 左侧 所以是逆时针 输入干 那个数 14点 773 然后再确定 这样我们看到 料子是摆正了 然后在右侧 数据 把它移到最后边 再加锁 移选 对象加锁 就可以了 然后再右键 图片摆正之后 到下一步 把我们要雕刻的这个观音图 宽选它 选到中间这个格子 整体拉到这个料上面 拉动的时候也要一定要注意要整理宽选 不能够只宽到一半 这样拉的话 它两部分就分离了 但这样做的话 我们要按下这个测销键 测销 连下 然后进入就了宽选 线条跟图是整体不能够分开 然后再把它拉上去 这样这样整体移动 我们可以根据图的左下角放到料的左下角的位置有点余量 像这样 然后再拉动 右上角 进行整体的一个缩放 把这图拉的跟我们料一样大 就尽量的使用这块料 拉动的时候我们只能拉动对角 如果上下左右拉的话它就会变长整体就变长就变宽了 四个对角是一个整体缩放的一个 拉动 像这样 边缘的留点余量就可以了 像这样 拉完之后 我们再宽选它 进入虚拟优素工具 左侧 按下键盘的f6 一个试图的一个集中 然后右键旋转观察 按住左键 把它转到车面 转的时候慢一点 不要转太快 转车面之后 再右键 选项 选择立图方式 显示二 然后再按键盘的字母1 隐藏线条1字母 侧面我们就能看到这图的一个立体效果 也就扶掉这个高度看合不合适 然后再点模型 跟这一项变换 再高度是6 如果你觉得这个 除了高度立体感不够强的话 我们就可以加大一点 搞一七 然后再这一项说放看一下 像这样 改了之后 它整体立体感就加强了一点 再加多一点 就要扒看一下 再这样说放 像这样 它就立感就更强点了 就像这样 调到最符合的一个 立体 效果就可以了 然后调完之后再高点一字 就这样 这数字就辅料图的一个高度 相应的我们改小试下 变扁了 对不对 所以8是他最适合的一个 立体效果 天文座再高点一字可以了 然后点这个 左上角这个有个方框选择工具 返回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再下一步 给它提取一个区域 提取一个轮过线 我们先宽选 全部宽选它 然后再一搜一次 区域提取 勾选这个 删除原始曲线 跟深层外轮廓 把这个深层内轮廓去掉 只有这两个 然后再确定 像这样 它就会沿着图的边缘 形成一个区域 轮廓线 这个轮廓线 这是我们雕刻出来的一个尺寸 也是一个加工区 算费完之后 再进入虚拟里面 确认一下 靠我们的这个 线跟图是不是吻合的 空码地方点右键 俯视图 这里我们看这个 线条是不是跟图是吻合的 实话就可以了 还在返回 然后下一步 编刀路 首先点下这个外轮廓线 道具路径路径上导 第一步选这个轮廓切割 轮廓切割 就是沿着这个路线来切出一个观音的一个形状 轮廓切割 然后这里只要填一个加工深入 加工深入一般为料子最厚的地方再少一个毫米 我这个料是10个毫米的 所以我这边就填9 预留一个毫米的余量 然后再下一步 选刀 常用的规格是这个3.17的平底刀 具体刀具型号 可以量一下具体来选 然后再下一步 赤刀深度高于0.08 这赤刀深度就是 他每走一圈 下去的一个深度0.08个毫米 然后看一下下达方式 沿轮过下达就可以了 然后再计算 计算完后我们能看到 红色的轮过线外边会有一个蓝色的道路 那这是一个轮廓道路 然后我们选中他连下 变红色 粉红色再撒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键盘方向键移到上边 键盘的四个方向键把它移到上边就可以了 那在下一步边开出 先点万轮扩线 按住键盘 左下角倒数第二个键 15键 再点九文格的线 要翻开 然后到去路径 路径向导 加工语量 加工语量 我们预留点改为0.03 然后再下一步 包具选 追度 球头刀30-0.5的 开出刀的一个型号 在下一步 路径间距 路径间距是图的一个加工进度 一般为0.03 然后再下一步 给一个 加工语量 自动向外 自动向外意思就是 让 刀具 从这个 线的外边进刀 把这个 融过线这个区域的路径让它向外偏 就向东自动上外从外边进刀 然后进的方式选择关闭 关闭之后他可能顺着这个走一直走 没关闭到他会这边 拆刀过来 他抬高再从这边走一刀 抬高 就会有一个 减少一个抬到过程 就关闭 进来方式关闭就可以了 然后进入计刷 准备 上完之后会形成一个绿色几个交通区我们在里面点下点成红色 然后用方向键移到左边 然后再继续编一个细道路径 然后再点这个外轮廓线按住15键再点整个的线 刀距路径路径向导 这边的加工余量改为零 下一屋 细刀我们用这个追逐平底刀40-0.2的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乌干刀 在下一屋 路径间距改为0.03 再下一步 交互余量关闭进来方式关闭 这要设置这本卡计算就可以了 然后一样脸开成红色 移到右边 出发数字通 choose 在这里 这么自由 上方式关闭进来方式关闭出 下方式关闭进来方式关闭出 逐从来方式关闭进来方式关闭进来方式关闭进来方式关闭出 一个单面的路径就只有三个道路 一个轮廓 一个开出 一个锡刀 这就变完了 变完之后 我们再用了 下面就输出 输出之前 我们要先画个圆 就在我们这个十字架的中心点 维元心放大点 用滚轮放大 维元心画个圆 画了这个圆的大小 比九更大 像这样就可以了 它在右键 画完之后 我们把第一个离开的轮廓道路 移回来 先点一下 用键盘向下的方向键 一下 然后再捞锯路径 输出捞锯路径 然后在桌面 新建个文件夹 这里新建创建新文件夹 然后连个文件夹改个名字 现在这样打开 立步为观音 轮廓 如果不想打字的话 我们可以用数字 0102或2122代替 你只要能区分 知道哪一步道路 就哪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保存 许许二维点 放到 点许许二维点之后 把鼠标放到 画了这个圆的测圆这边 会有圆形两个字显示 显示之后再点一下 提示 以母说到一个圆形 就可以了 再确定 确定 确定 然后把它移上去 然后把 第二个路径 移回来 移回去 然后 空白地方点右键 有个重复命令 输出到这路径 另一步输出完之后 它就默认 下一个就默认保存在这个圆形夹里面 所以这边就不需要再新建 直接输入名字就可以了 光阴出胚 然后保存一下 时速二维点 测圆原形 连一下 确定 确定 把它移开 然后确定 把它移开 吸到一样 选中它 移回来 输出方法 都一样的 好 好 好 又去 一样 右键有个重复命令 输出到这路径 到这边 观音 吸到 保存一下 时速二维点 原形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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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都 全部 输出完之后 我们要把我们做的这个文件给它保存一下 保存好数 有一个就是 如果发现它定位之后 要偏的话 我们还能打开这个圆图来进行一个修改改正 然后点文件 然后点文件 另重为 学在桌面 找到我们刚新建这个文件夹 打开 直接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关掉 然后关掉 这样 我们刚 保存那个位置 在这里面 都能打开一个圆图 然后到下一步 我们需要把对文件进行一个转化 先打开这个 nc文件 转按器 然后 留了 在桌面 找到这个文件夹 空码 击学这三个 空码地方点下 把三拉 区块 躺在那三个 然后再打开 开始说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示转换完成之后 确定再关掉 然后进行第二步转换 打开 你要用这第一个选择一样桌面找到文件夹 从第一个开始 打开 开转换 确定再选择第二个 确定这三个 打开 开转换 然后确定再关掉就可以了 然后到这里 我们这软件方面就全部完成了 然后打开文件夹 在空码地方 点下右键 有个排序方式 类型 我们只要这种 类似于压缩文件的 或者是光盘印象文件 电脑显示不一样 但它的格式都是一个 ISO格式 我们只要这种格式的 然后把这三个 发到U盘里面就可以用了 发过去 那发完之后 再把U盘里面的文件插到 机器的USB口连接处 再拷贝进去 再使用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观音单面路径生成到此结束